你真是 你真是 这才是我真正叱咤风云的题目 想当年我带着我的梦之队 勇多 全校 不知道迷上了多少女孩 臭美 问你 你当初如果 参加我们学校啦啦队的话 我估计那时候你就爱上了 说不定有可能 来 程程 那是什么建筑啊 那儿 图书馆啊 那里是我曾经站在那里 你这样的学生也会去图书馆啊 我虽然去的不多 但是那里面有像我的印象 破坏公在桌上课字啦 会有那么浅膀吗 图书馆里有个校使馆 里边有一尊奖杯是属于我 什么奖杯 全省大学生辩论会 冠军 你现在知道我平时多让着你的吗 真是看不出来啊 原来你在学校的时候那么叱咤风云啊 可惜都已经过去了 那边有什么地方 人们都说 猪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 大学生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 买家谈恋爱 所以呢不谈恋爱的大学生就是猪 什么呀 这个地方就是让猪进化成大学生的地方 这叫优惠圣地知道吗 原来这儿就是你完成进化的地方 我没完成进化呀 要不然到现在你还叫我猪 来 来 再给我轻化一下 主 其实我今天真挺开心的 谢谢你带我来这儿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我其实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到时候来故地重游 你是想让我找回以前的自我 找回我以前那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对吧 我可没你说那么伟大啊 丫头 你感受完我的大学生活之后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 问呗 你说想当年如果咱们两个大学同学的话 你会不会那个时候就爱上我 这个问题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要是咱俩当时就是大学同学 我很有可能会爱上当时的你 当时的我 对啊 对啊 现在的你嘛 现在的你嘛 不好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一定会重新找到自我了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一言为定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 骗人是小狗 好嘞 你不觉得咱们在这儿有点太另类啊 太不合群了吗 不觉得啊 不觉得啊 人家都在完成着进化的过程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 适当地进化一下 怎么个进化 你说呢 不许骗人 别 我不 你别不别 不 就不 有得了你啊 别 我不啊 别 我不我不我不 我 进化完成 这太草率了吧 去吧